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都是这样 读的这个水扬的这个车工专业 然后大二的时候公司去招飞 然后从那以后就开始送到美国学飞 回来公司就是副驾驶成长为基长 我从大学的时候开始 我就知道如果你想要什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 我基本上每天早上六点钟 我就准时的去读英语去学习 所以当时春秋来招飞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机会我一定能够把握得住 现在回过头来讲 基本上就是踩着独木槽一样 当时我们去面试的女孩子大概有四百个人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初试 副试 英语面试 然后还有这个体检 然后最后就是只录取了我一个 我妈妈当时就不相信 说别开玩笑了 男女的在从事这样一份工作来说 生理和心理差别是客观实实存在的 但是如果你成为一名机长 他们对你的要求 不会因为你是男孩或者女孩而降低 大家都是同样的标准 那这东西都是需要靠自己来奋斗的 没有任何人能够帮你 那旅客这方面他们会很好奇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质疑过我 我记得有时候我就做完这样广播 然后春务员会拿那个小本子说 那个旅客就觉得想让你帮他签个名字 留个纪念 感觉还是挺幸福的 我今天大年三十的初一本来是休息的 那大年三十三十晚上 他们那个公司打电话突然让我去加班嘛 飞的时间会很长 大概八个小时 基本上是从早上四点起床到十二点到家 都很不了严的 那日常家里基本上我都会提前安排好 在飞行班之前 比如说今天孩子吃什么 然后去哪里玩 或者是甚至今天穿什么 我都会提前安排好 虽然有这种非通宵的航班 有时候一两天也见不到嘛 这个辛苦是真的 我觉得相信每一个当过妈妈的感觉 工作和家庭如果都能够平衡的话 这个真的就是一个伪病题 那我只能去牺牲我自己的个人的娱乐时间 尽可能多地去付出吧 这个行业就让你愧疚是这样 很多可能21岁22岁女孩子 还是天天在学校里面 就是过着这种很悠闲的生活 那我就要必须地去 去面对这种高难度的工作挑战 甚至去面对生死 历史念头了 所以说正所谓十年模一件 我不会再考虑你的其他 做其他的行业 通过自己的飞行技能 能让飞机平稳的安全落地 把旅客安静地带到目的地 完成这个航班 你所承载的使命 落地那一瞬间吧 这个就是我最满意的那一刻 零食品APP等你下载 谢谢宝贝